这边小小的UI的操作展示 log in我们的OMIA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dashboard 我的part information library information等等 如果我们再把它等一下切换到 我们的part的一个review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零件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后library的information 这是part它的一个review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category里面 它每一个零件 它的料号 它的一个展示 旁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带出它的symbol 带出它的footprint 各位 这个在哪里展示的 我在edge上面录 那就是说 你想看零件information 不用再开CIS 资源浏览器我就可以看 零件有问题 我在上面就可以看 你不用再说 我打开arleggo 打开orcade 我才能去做 这所谓我刚刚说的 Foreyes approval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在web上 我的审核者 我就可以很轻松 快速的去看到 这些information 所以 我不却 此外面 优优独立 请 你们 感谢观看